第六集 乐乐的故事 乐乐 是我啊 葵贝贝 仙贝贝 原来是你们呀 他们是 他们是拇指联盟 专门来找你的 大家先进来说吧 请问 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是镇长先生叫我们来找你的 镇长先生 是我父亲吗 没错 自从我和父亲失散后 在沙漠里走了很久 最后还是晕倒了 这时 一个小女孩救了我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这里很缺水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我决定留下来帮助大家建绿洲 让这里的人和动物不再受苦 自从乐乐来了之后 我们这里的绿洲范围变得越来越大了 这些年 你为什么不回小镇 镇长先生很想你 我也想回去 但是这片沙漠是个巨大的迷宫 在这里每过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次风暴 风暴过后会改变原有的道路 周围全都变了样子 所以没有人能走出风暴之眼这个迷宫 怎么会有这样的环境呢 这就是魔法镇宰保护宝藏 防止外人道歉 如果有人误闯入了沙漠 也会永远被困在迷宫里吗 不会的 因为进入这里的就只有一条路 那我们是不是也回不去了 我想起来了 我知道怎么离开这里 乐乐 不好了 石贝贝 发生什么事了 是蝗虫 有一大片沙漠蝗虫正在向绿洲飞来 不好 沙漠蝗虫会把绿洲植物都吃光的 我们也许帮忙 走开 不许你们伤害绿洲 石人花之力 魔法泡泡屏障 乐乐 我们来了 拇指联盟 看我的 让你们尝尝我仙贝贝的厉害 大家别担心 看我的 鸟们快来帮忙 拇指联盟 谢谢你们守护了绿洲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了 小贝贝 你刚刚说知道怎么走出沙漠 是真的吗 传说中只有得到沙漠长老的黄宝石 才能走出迷宫 我想起来了 这个石头和地宫里画的一模一样 但是去找宝石的路上很危险 地宫里有陷阱 还有可怕的怪兽 你放心 我们拇指联盟都拥有创能力 一定没问题 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我不放心先贝贝 我的绿洲图纸还没有完成 等我完成了就去找你们 石贝贝 你随他们一起去吧 请你保护好我们的朋友 嗯 大家有没有感觉有人在偷听的样子 没有人啊 好险 差点被发现了 不过黄宝石的消息已经有了 剩下的就是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宝石 前面就是风暴之眼的中心 大家一定要小心 没错 胡婷也在那里 那我们快点吧 我都等不及回去 在新足足场上踢球了 小剑 我都等不及回去 我都等不及回去